看這個明細有多長 我畫就說到這裡了 不行 誇張厚 好舒服 好可以 真的好大 好粗 但我們有美妝審卡 所以就有現金回饋可以省一點錢 這也是忍不住就買了 不要靠近它 欸 它裡面好可愛 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來寶雅挖寶了 平常最喜歡來寶雅逛街的 不管是生活用品還是材料品都超級多 而且它會有很多寶雅不加限定的產品 等於我們去挖寶 走吧 購物狂必備的推車 Let's go 1028新的眼線液筆 很好用的遮瑕膏 連名的不二家的粉撲也太可愛了吧 還有送這個粉撲 手指粉撲看起來超好用 intu you 一整櫃的唇彩 這個唇泥超級好用的 這種分段的下睫毛 上睫毛 都有 然後我剛剛看這一款 我覺得蠻好看的 這都是鮑雅獨家的捏 macol的這個粉撲看起來也蠻好用的 還有小中大 中的這個感覺很適合旅遊攜帶 買買買 寶雅另外一根好逛就是刷具超多 可以買一些便宜的刷具來用用看 這個也都是寶雅獨家的 寶雅限定 這看起來很厲害耶 它寫著韓國銷售冠軍 然後也是寶雅限定 來寶雅真的隨便都可以買玉蘭 現在有寶雅玉山聯名卡 週末來寶雅買999 就有最高12%的現金回饋唷 非常適合像我這種 很愛逛寶雅 很愛買彩妝生活用品的人 我們就是需要它 哇我這次一樣不負眾望買了超級多 你們看這個名戲有多長 真的是要感謝有玉山寶雅聯名卡 讓我買很多一樣很划算 現在只要有這張美妝審卡 週末兩天不管你是在寶雅的實體門市 或是在寶雅的官網 只要單筆消費滿999以上 就可以享有最高12%的現金回饋 不是3%不是5%也不是8% 是最高給你12%的現金回饋 超級扯 這樣不管是美妝保養 生活用品甚至是零食 都可以在寶雅買一買就好了 如果你剛好跟我一樣是寶雅的金卡會員 首次申辦合卡後的60天內 趕快去寶雅的實體門市 在週末手刷單筆滿999 除了享有最高12%現金回饋之外 還有額外加碼送600元的寶雅吉祥券喔 那一般會員的話 只要你符合手刷的條件 也會加贈300元的寶雅吉祥券 這張美妝審卡除了週末 最高12%的現金回饋 是最划算的優惠活動之外 每週三去寶雅的實體店面 消費不限金額 點數都有五倍送喔 詳細的卡片資訊跟半卡的活動 我都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點開來看看 這張卡片真的推薦給 各位常常逛寶雅的朋友們 你們會需要它 接下來我們就來開箱 我就是在寶雅瘋狂購物的 有些東西我覺得很不錯用很欠買 但有些東西我就覺得 嗯 我幫大家試了 可以先省下來 可以去買別的東西 首先第一樣是要來推薦的 1028的遮瑕膏 全新改版之後的質地呢 我覺得也非常非常好用 是很奶霜很好推均勻的質地 然後它有兩個顏色我覺得很欠買 一個就是220蜜桃色 就是很適合先做黑眼圈第一層校色使用 然後另外一個2110破合色呢 它是有點橄欖綠 而且它不是那種太淺白的那種綠色 它真的是有一點橄欖色調在裡面 所以它可以很好修飾泛紅 這兩個我覺得真的是很欠買 然後最近因為我有推薦 iMimi的我愛神力遮瑕膏 我有點忘記品名全名是怎樣 反正就是iMimi的遮瑕膏 就那一支我覺得非常好用 但是它就是大缺貨 很多人都說買不到 那我覺得如果大家買不到的話呢 可以換成去買1028這一款 我覺得效果也不錯 質地上來講呢 也是非常適合上在眼下的 就是完全不會太乾 然後服貼度非常非常好 持妝度也很好 那我覺得跟iMimi的差異在於 我覺得iMimi的遮瑕度 如果是90分的話 但這支大概是85分 遮瑕度稍微有 就是再自然一點這樣 但是質地上來講 我覺得是很優秀的 身為一個每天都戴引擎眼鏡的人 每次去保亞也一定會看一下 就是日拋 昆琳它這個品牌的日拋呢 我好像也不是第一次介紹了吧 反正我戴起來就是很喜歡 然後這一次去逛 剛好看到有兩件 好像500元的優惠吧 我就一樣買了 然後我自己最常最常戴的是灰色的 那我今天因為搭配眼妝 所以我就戴綠色 今天眼睛上是綠色這一款 反正這個就是蠻推薦大家 如果是喜歡變色片 或是喜歡日拋的朋友 可以試試看 然後我這次在保亞一樣 也是買了一堆 就是各種各式各樣的粉撲 我覺得保亞真的很適合 買一些粉撲啊 刷具之類的這種小工具 然後我這次就被那個 Integrate這個眼線膠筆的組合吸引 因為他買這個眼線膠筆 就有送三個這個指腹粉撲 然後這長得就跟我之前 很喜歡那個Solo的粉撲很像 我就覺得 感覺很划算 就一定要買買看 但我今天實際上用起來 我覺得他的這個厚度 這個柔軟蓬鬆度呢 沒有Solo那顆好 就他們兩個 說真的如果我沒有用過Solo 我可能會覺得這個還不錯 但我用過Solo 然後也很喜歡這一款 我就覺得 這個真的就是 還好它是正品 不然我如果買了它 我可能會覺得有點失望 這兩個蓬鬆度真的差很多 Integrate這個呢 它就是第一個 它厚度看起來就是 沒有那麼的厚 比較薄 然後再來它這個彈性 這個蓬蓬的感覺 就是那種回彈的感覺比較沒那麼優秀 所以就是我覺得上起來的那個柔軟度就會有差 Solo這個上起來就是真的很軟很舒服 Integrate這個 是不會拍起來是不會痛啦 但我就覺得它真的是太過紮實了一點 就我會希望它可以再這樣 更鬆軟會更好 嗯... 它就是畢竟就是買眼線膠筆的正品 好像也不能太嚴格的對它 然後那個眼線膠筆本身我是覺得很好用的啦 因為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買了 這Integrate的眼線膠筆我從大學的時候就很愛用 就是從它們很早年的版本 然後現在這個版本呢 也是非常的滑順 然後是可以畫內眼線的 非常的鼓溜 不會刮眼皮的那種 然後它的顏色呢 這個是咖啡色 但它的顏色也是非常非常的飽和 是很紮實的咖啡色 它唯一的可能有的人會覺得是缺點吧 就是它鼻心稍微比較粗一點 但是我其實蠻喜歡用這種很粗的 就是可以很快速的把內眼線填滿 所以這是我個人是推薦的 但如果你是為了這個贈品要去買的話 我就覺得 也是可以先不用啦 就是 對 然後它的眼線膠筆持久度也超級超級好 我現在拿卸妝水搓 很用力的搓 都還搓不太掉 要拿眼唇卸妝液才卸得掉 再來就是一些刷具們 大家最近去逛Bio應該就有看到 很多品牌都在出這種一字型的粉底刷 我上次愛用品的影片就有先跟大家分享 SOLON跟1028的嘛 我覺得這兩款都蠻不錯用的 而且都是Bio買的到 但是SOLON這支好像就是大缺貨 很多寶雅都是缺貨的狀態 那如果大家買不到的話 我覺得1028這支刷毛也蠻軟的 用起來也是很舒服 然後同樣也是寶雅在賣的 而且是應該只有寶雅買到吧 我在其他地方比較沒有看到 就是這個J-Link的 這個也是很平價的刷具品牌 它也是有出這個一字刷 它雖然價格比SOLON跟1028還要再更便宜 但我覺得不行 不行 真的不行 它這個刷毛太吸粉底液了 就是用一次 只用一次 它這個刷毛就會有那種結塊的感覺 就不是一字刷的優點啊 一字刷就是因為它比較不會吸粉底 就是跟傳統型的粉底刷 那種毛很密的粉底刷比起來的話 它比較不吸粉底 所以我就不需要那麼長清洗 而且它可以把粉底鋪得很薄 那這一支呢 它就是 第一個就是它很吸粉底 所以它沒有達到 節省粉底用量這件事情 然後它很吸粉底的話 那我也要很常洗它 然後它又因為太吸粉底了 所以它一下毛就會結塊 所以刷起來就是很容易會有很多的粉痕 總之我就是 不推 不推 我是覺得 一樣都是開架 雖然這兩支 SOLON跟1068稍微比J-Link再貴一點 但它們兩個真的更值得購入 這個就先 再來是被包裝吸引而購入的粉撲 而且它兩款 我都買了 它這個上面寫說 它是韓國的銷售冠軍 然後什麼醫療級面料什麼的 很柔軟很輕膚 然後它現場也有放試用品 摸起來真的是蠻舒服的 所以我就都買了 而且我記得它這款上面是有標示保亞獨家 就是可能只有在保亞買的到吧 首先是這一款 它一包裡面有兩個 這一個是 它叫做超柔軟氣墊粉撲 然後它主打的就是 這兩個粉撲都是韓國製的 然後也是韓國的品牌 然後這個氣墊粉撲啊 如果你是喜歡那種 很軟的粉撲的人 你可能會喜歡 因為它拿起來的手感 真的是很軟很舒服 而且它算是 它應該是兩面都可以用的 就是翻面 因為沒有那多出來的布料 所以你在拍的時候 不管是用哪一面 它都不會有那個 印的很 就不會印出那個痕跡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你不管是翻哪一面 它這邊邊緣 都沒有那個多出來的份量 這點真的是很優秀 然後手感也蠻好的 然後它粉撲其實沒有很厚 我覺得算偏薄 那我自己比較喜歡厚一點的 如果它是一樣這個質地 這個材質 然後做厚一點 我覺得我會更喜歡 因為這個太薄 這個拍起來就有一種 很沒勁的感覺 就覺得這個薄的 不是我的菜 但我覺得如果你是喜歡 薄粉撲的人 這個搞不好你會覺得很OK 因為我覺得它整個 材質手感 上起來的感覺 都蠻不錯的 就是只差我個人的喜好啦 就喜歡厚一點的 然後它拍起來我覺得也不太吸粉底 這個我是已經用過的了 但是你看它沒有什麼吸粉底的感覺 所以材質上面 我是覺得蠻不錯的 然後它另外一款呢 這個真是誇張厚 和薄粉撲 超級厚的 然後手感也是超級軟 拍起來的感覺呢 我覺得也蠻舒服的 但是 這個織帶的部分 我真的是不懂 這個織帶為什麼要設計這麼小 為什麼不能放三隻指頭 它如果能放三隻指頭 我覺得會加分很多 只有兩隻指頭 我真的是不太會用 就我只能就是這樣把它凹起來 這樣來用 不會覺得它很雷 但就是覺得它這邊的設計 很讓我扣分 就是 它可以更完美的 好可惜喔 要不然這拍起來多爽 這個厚度 哎唷 到底 到底 到底為什麼會想要設計 這麼窄的織帶啊 我好生氣喔 這手再怎麼小 也不太可能塞得進三隻指頭啊 就是不可能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再來是這一隻刷具 這個應該也是保亞獨家的 這個牌子叫 Eye Makeup 然後它的這個刷具啊 摸起來毛超級柔軟 超級舒服的 就它雖然是人造纖維毛 可是摸得出來 它這個毛就是很細緻很柔軟 就是你知道 一樣是人造纖維毛 這個毛的品質還是有差異的 這個我就真的覺得 不行不行 這個我就覺得 好舒服 好可以 然後也是超級平價 然後我買這個形狀呢 它就是有點 怎麼講 就是有個 就是側面看似有點三角形 是這種比較 毛比較密集的這種刷型 然後我就把它拿來上修容 就是雙狀的修容 欸我覺得很好用欸 形狀跟大小都蠻不錯的 使用上的那個觸感 跟皮膚接觸的感覺 也是很柔軟很舒服的 它有一個小細節 是我個人會很在意的 就是它刷毛顏色 下面是淺的 但它上面 就是你沾產品 跟產品接觸最多的這一面啊 它是做深色毛的 所以我就不會 用了一次就覺得 哇刷毛已經被我用得很髒了 大家懂我那個 感覺嗎 就是如果你今天這個刷毛 整隻都是淺色 整隻都是白色 然後我那個上那個修容 那修容顏色都超級深的 一用 用一次那個刷毛看起來就髒髒 就會有這種 我是不是應該洗了 就會覺得 這個刷毛好像被我弄得很髒 要去清洗它 自己看了就會有這種 阿朵的感覺 但是這種刷毛呢 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它要用個 比較多次 它才會真的 就是髒到會讓你想洗 但就是我個人啦 或許大家就是 很愛乾淨的朋友 就是用一次就會洗了 但我就是 修容那種產品 我就是 會用比較久才洗 然後這隻刷毛 刷型 我真的覺得蠻不錯的 鼻桿的部分也不會太長 短鼻桿的好處就是 出門旅遊攜帶比較好戴啦 就不會那麼佔空間 所以這一支我是覺得可買的 粉撲的部分呢 我還有買了這個 它叫做 韓國原裝 圓菱形海綿 然後它的 它就是也是產地 也是韓國的 主打也是一個韓國質量 這個摸起來的手感 其實蠻軟的 就是那種不用泡水 這樣直接單獨用 也覺得蠻舒服的 然後它的大小 我覺得也很不錯 就是我拿來上這個 液態腮紅 或是拿來推這個修容 這個大小 不管是上的時候的這個 貼臉的這個面積 或是說我拿的那個感覺 就它不會太小 它只有一包很多顆海綿 就設計很小 你直接用手拿之後 就會覺得 比較難抓 但這個就是大小蠻好的 蠻好抓的 就是你用這一面上妝的時候 你手就拿著它的 另外一個 另外一面這邊 這個設計 這個形狀我覺得蠻讚的 但它的缺點就是它的孔 它這個氣孔 真的好大 好粗 它的氣孔真的是大到 我只會用它拿來上腮紅 跟就是液態修容這種 就是如果你拿這個氣孔很大 拿來上粉底啊 或是拿來上防曬啊 它會把很多 真的是很多的 產品都吸進去 我覺得是會吸走過多的量 所以這個我比較建議 就是可以拿來上修容跟腮紅 這個可能比較OK 所以就是一個我覺得它有優點 但是也是有一點小缺點的產品 再來是Into You的這一盤 多功能高光盤 它裡面就是一個高狀的打亮 然後跟一個霧面的粉狀 跟一個珠光色也是粉狀的 然後這一盤呢 我會買這盤是因為我在那一家寶寶 剛好看到它一整面 Into You的櫃 就是唇彩啊 然後還有包含眼影跟這個 都有 品項蠻齊全的 我就很好奇 我就買了這個 因為它們的唇什麼 那我都已經用過很多了 就是很好用 我就沒有再買這種 我已經知道好用的東西 就買了這個我沒有用過的 我覺得它中間這個粉狀的質地還不錯 蠻細緻的 我直接把它定妝在眼下 我覺得也OK 而且它的提亮效果也很好 因為它就是那種象牙米白色 定妝在眼下呢 是不會覺得太乾啦 就是跟我以往用這類型產品 定妝的效果差不多 粉質是細膩的 欸這樣直接摸真的是蠻細的 但我覺得它的那個 珠光的部分 這個珠光真的太清透了 不是我的菜耶 就是太淡了 對我來講 就很不夠力 我可能口味吃比較重吧 就是關於這種打亮產品 所以這個粉狀打亮我是不太愛的 然後這個雙狀打亮呢 我覺得OK 但它的質地就是蠻稠的 我比較建議大家在手臂把它推開之後 用一點點的亮去上臉就好了 然後提亮效果非常非常好 因為可以看得出來它顏色真的很白 是很淺的象牙白 然後我覺得上臉的那個 溶膚度也還不錯 就是跟底妝很融合很貼合 不會有很厚重的粉感 但我說它那個粉感沒有很厚 真的是要看你的手法 因為我是這樣在手上塗開來之後呢 用手指頭上一點的亮這樣上臉 這樣上我覺得是OK的 如果你是直接這樣抹 直接這樣沾完 然後就直接往臉上點的話 我覺得你可能會覺得太厚 然後可能會不好推均勻 所以這個使用手法 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 但整體來講 因為這顆珠光我沒有到很愛 所以這盤我就會覺得 有一點點小小的不滿足啦 我搭配這盤用來定妝眼下的粉撲 就是這個MACO的 它的這個水晶超柔淡型蜜粉撲 然後它有分三個尺寸 有那種很小的 就是for眼下這種小細節定妝用的 跟更大的 反正就有大中小三個 我買的這個是中型的 因為我最近都發現這種中型的最方便 就是它眼下定妝這邊 很精準之外呢 缺點定妝它也可以 雖然會比大的來的小一點 可是它這個尺寸很方便 就是我可能出國玩或是出去旅遊 就是一個 放在那個蜜粉餅盒裡面就可以了 因為大的那個尺寸呢 很多蜜粉餅盒是放不下去的 就變成我還要另外再拿一個盒子裝它們 像這個NARS的小白餅 就是可以放下這個中型的 大的那一款就放不進去了 因為尺寸太大 但是因為這個粉撲它是有一定的厚度 然後這個小白餅 它就是你要用的有凹下去的感覺 就是它要有凹 甚至要有點見到鐵皮的 你才放得進去 如果你是很滿的狀態 那自己也放不進去啦 總之我這幾次出國旅遊 就是很愛這種大小的粉撲 然後MACO這個呢 我覺得用起來也非常的好用 它的柔軟度很夠 然後它的厚度也滿好的 所以上起來的那個觸感 這個使用感受是很讚的 然後它這個植蓉呢 我覺得也算是滿細膩的 就是這個植蓉就不會很粗糙 滿不錯的 抓粉力也滿好的 定妝效果也很好 然後黑色的 所以你可以很好看到那個取粉的狀況 就是沒有什麼缺點 這個粉撲我覺得超級可以買的 然後大中小三個尺寸 大家就是可以看需求自己選擇 我覺得很讚 身為一個眼影控去保雅 真的是很難不買眼影 尤其是我看到有新品 我沒有用過 我就會永不住想買 然後像這個KATE這個新的 四色這個眼影啊 在日本賣超級好 超多地方都缺貨了 然後在台灣的保雅就可以買到 而且我覺得顏色還滿齊全的 我今天用的這個顏色是RD1 我覺得是一個很漂亮很日常的 偏紅 但是它彩度又不會太高的這種 紅色系的日常眼影 我覺得很漂亮 它畫起來就是很日常 不會太艷麗的那種 我自己是滿喜歡的 而且它的粉質就是 也滿好的 就是用手上也OK 用手指頭或是用刷具上都滿漂亮的 然後它裡面的配置就是兩個偏霧面 然後一個這個顏色它雖然是斷光 但是我覺得它的亮度也滿高的 然後再配一個就是亮片比較大的質地 就是一個很日常很好駕馭的眼影盤 滿推薦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顏色 它這次的顏色出的都還滿低彩度的 不管是咖啡色 橘色系 粉色系的 彩度都不會太高 畫起來應該都滿日常的 再來是這一盤 Assence跟米其林 不是米其林 是Assence跟迪士尼 米其米泥的 就是聯名的那個顏彩盤 米其林 請問我肚子是餓了嗎 然後它這個眼影盤有兩個顏色 然後我買的是 我買的 反正好像一個是跟唐老 唐老一樣嗎 反正有兩個版本 我買這個版本的 它背後可以看到 它裡面就是綠色的配色 打開來我覺得也滿可愛的 因為旁邊有一個這個米老鼠的剪影 然後這個配色就是吸引我購買的原因 因為我本身就是滿喜歡這種綠色系的眼影 它的綠色除了中間這個有點淺的 有點螢光綠的這個顏色以外呢 其實這個顏色不看 其他顏色都是滿日常的綠 就是比較低彩度的綠色 那我用起來呢我覺得它滿漂亮的 珠光色的部分不錯 就是這個珠光很漂亮很亮 就是這個質地還不錯 然後也珠光的部分也滿服貼的 但是它的霧面我覺得滿飛粉的 就是我在使用的過程中都會一直有雨粉落下來 然後就是你知道到處都有一點 就是使用的過程中就是要不停的去掃這個粉 就是除了霧面的部分 真的是粉稍微有點鬆 會讓我有點 就是你知道深呼吸一下 以外 就是其他珠光的部分我是覺得不錯 然後這個配色我覺得也滿可愛的 就是迪士尼控的話可以買一下 今天眼妝呢 內眼線的部分就是用剛剛前面有介紹到 Integrate這個眼線膠筆畫起來真的是很飽和 你看我的內眼線完完全全就是被填得很滿 然後都不會暈開 但是我的眼周比較偏乾啦 就是眼睛的部分就是偏乾 比較不會流眼淚也不會流眼油 所以我用起來是很持久不脫妝的 但是如果眼睛很油 就是眼角這邊泛油或是泛淚水的朋友們 就是大家可能要自己再多爬聞一下 看看同類型的眼睛用起來的心得是怎麼樣 然後再來呢我今天用到眼線液筆是1028新的 這款叫什麼 狙擊手精準益控短心眼線液 它的主角好像就是它前面這個筆頭部分 它比較短 所以你會比較好操控 那我實際用起來我覺得確實很好操控 因為它的筆尖真的很細 它的筆尖細然後出水量也很穩 然後很穩之外呢 因為我今天用的這個是黑色 黑色最怕就是顏色不飽和 畫起來就有點黑黑灰灰 搞不清我們到底是黑還是灰那種 然後這個畫起來確實是很黑 而且是可以重複疊加 疊上去它還是黑的 不會就是你知道有的眼線液筆它不能疊加 它疊加之後會有點 反而會有點剝落這樣斑駁 那這支不會 這支它反覆疊加是ok的 使用起來真的很不錯 而且我拿來填補那個睫毛的空隙 然後也有填到一些跟內眼線交界處這邊 這種有些眼線液筆也是 在那邊不知道為什麼沒辦法上色 但這支是可以的 所以我自己用起來是覺得很滿意 我忘記它有沒有出咖啡色 但是如果有的話我下次去寶雅一定要買咖啡色 我覺得很讚 再來我發現寶雅最近真的假睫毛部分 也是越來越跟得上那個流行的趨勢 就是它除了這種整副的假睫毛之外 它也有進很多是分段式的假睫毛 就像我平常就是影片在貼的那種 就是我很多都是在淘寶買的嘛 那大家如果不會買淘寶的話 現在寶雅其實都有很多類似的款式 價格雖然會稍微高一點 但我們有美妝審卡 所以就有現金回饋可以省一點錢 我這次就挑了一款我覺得是很自然 然後看起來毛尖處理的也很細膩很漂亮的 這個MACO的自然款的假睫毛 它戴起來真的是很自然 因為我今天眼妝畫這個綠色 然後眼線也畫比較粗 所以其實這個假睫毛有點被吃掉了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畫更日常一點的妝容 可能會更搭配 但是這個我還蠻推薦就是 如果你是喜歡比較日常感 比較那種有空氣感的那種假睫毛的話 這個款式我覺得蠻不錯的 它的睫毛梗下面那根透明的部分也做得很細 就是不會太粗 貼起來也是很舒適的 那我自己貼的話呢 我還是會習慣把它就是分成三四處這樣 然後從睫毛的下面這樣去貼 因為我覺得這樣貼起來真的是最不容易失敗 如果你整副從上面貼 因為我的睫毛就是長得很分層啦 所以有時候貼出來會很失敗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有這種 就是睫毛上困難的朋友們 可以試試看就是把這個剪成分段的 從眼睛下面這樣分段貼 可能會比較容易成功 總之我對MACO假睫毛初次使用的印象是蠻好的 戴起來真的是很舒適 所以它的部分呢 我買了一支 Asses跟迪士尼聯名出的這個唇蜜 它叫做光澤唇蜜 然後這個呢 我原本想說它應該就是那種 裸色然後亮亮的唇蜜吧 結果 我覺得它擦起來真的是很詭異 它擦起來的亮度呢 我覺得其實很一般 以唇蜜來講 欸它這個 不算很亮欸 你們看在我的手上 它這個真的沒有很亮 然後我覺得最神秘的是 它裡面不知道為什麼 有點一坨一坨的 有點像是有去角質的 那個顆粒在裡面 但它是唇蜜啊 它不是去角質的產品啊 然後那個一坨一坨的 就是你擦越厚就越明顯 然後是 而且它是會彈膝的那種 它是擦起來會有唇蜜的厚度 然後它會 就是那種 會上下唇 那個唇蜜會黏在一起會彈膝 這個產品我真的不知道該從哪裡吐槽 因為它真的太多可以吐槽的地方了 這個大家千萬不要買 這個 好雷 真的擦起來不好看 然後使用感受又很糟 就是真的很雷 不要靠近它 最後一個這種美妝相關的產品 就是這個 也是MACO出的 這個是 毛皂乖乖局部髮師撫平膏 然後它有分有香味跟沒香味的 我買這個是定型無香款 它就是這種定型液嗎 然後它裝在這個像睫毛膏的包裝裡面 然後這個刷毛超級大一根 然後它就是可以拿來梳一些頭頂上的雜毛啊 像我們有些 你知道頭髮分岔沒照顧好的部分 有時候雜毛就會在頭頂上那邊插出來 就拿這個這樣稍微梳一下 頭頂看起來就會很乾淨很漂亮 然後又或者是有些人綁頭髮 綁馬尾有沒有 會有一些小小的碎毛會掉下來 然後就是你很難收得乾淨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 用這個把它梳一梳 它也可以幫忙定型 我覺得是一款很適合那種 你喜歡做造型的朋友 可以用看這種產品 我覺得很方便 最後呢我還要買了一些零食 你知道寶雅就是靠近結帳那個區域都是零食 就忍不住會逛一下就會買一下 其實我之前看朋友推薦這個 蠟筆小新的海苔 就是聽說非常好吃 我就忍不住買了 兩個口味都買了一個是梅子口味一個是原味 不好意思我真的是蠟筆小新控 然後還買這個蠟筆小新造型餅乾 它裡面是有附那種卡片的 那種有點像盲盒的感覺 這也是忍不住就買了 最後這一款呢就是 欸其實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怎麼念 但就那個很紅的 澳洲短尾老鼠袋鼠 應該是澳洲短尾袋鼠 就是我希望我沒有講錯 反正就是這個插畫家的這個 算是聯名的嗎 布丁味夾心棉花糖 因為我覺得盒子很可愛 我就買了 就是感覺好像吃完之後 這個盒子可能可以拿來 就是放一些其他的雜物吧 忍不住買了 欸我忍不住很想來吃吃看 我們可以先吃吃看這個梅子口味的嗎 海苔 嗯蠻大片的喔 這個梅子味沒有很重 但這個梅子味會立刻觸發你的口水 就是整個就瞬間分泌超多口水 我覺得真的蠻好吃 蠻刷取的 一次吃一大口那個梅子味比較明顯 嗯嗯 這個不錯這個可以買 這個可以買 來開箱這個餅乾 噔噔噔噔噔 噢 是 塔塵球的蠟筆小心 為什麼這蠟筆小心看起來有點少年感 就是看起來沒有那麼幼稚園的蠟筆小心感 說實話就是一般這種 算盲盒的餅乾嗎 就裡面會附一些玩具的零食餅乾們 我都覺得通常不會太好吃 但我就是因為裡面的東西買了 這聞起來 這聞起來味道還不錯欸 有一點鹹然後有一點點 為什麼會有一點檸檬味啊 它上面沒有寫檸檬但是有一點點檸檬味的感覺 我覺得它吃起來有一點點像那種飛機餅乾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就是那種傳統小時候會吃的那種零食 就是飛機餅乾 數字餅乾 類似像那種路線 然後口味再稍微鹹一點 然後有一點點檸檬味 還行啦還行還行 最後就是這個棉花糖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讓我最擔心的 布丁味夾心棉花糖 這盯起來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欸它裡面好可愛 它裡面原來就這樣單 piece 包裝 我都瘋了這個很讚耶 我覺得還沒吃它 可是我光是覺得它這個包裝我就覺得很用心 真的包裝 這個真的很包括好不好吃都會想買耶 真的太可愛了啦 好開心喔 因為其實我原本以為就是它裡面可能就是不是這樣包裝 我以為就打開來就會看到很多白白的棉花糖在裡面 好意外喔 好我馬上來吃一顆 我現在有點激動 被它可愛到了 就是很布丁 嗯 它的布丁是那個統一布丁雪糕的那個布丁味 然後就是把它弄成湯漿然後塞在棉花糖裡面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棉花糖的口感說真的就是一般 就是不是那種特別蓬鬆 特別柔軟的棉花糖 就是一般 就要咬一下的 但是就是那個糖漿的部分 那個布丁味我覺得還行耶 因為我本身是喜歡統一布丁味道的人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喔 這個我覺得可以 這個我覺得很不錯很不錯 蠻開心的 再吃一顆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感謝這張寶雅的美妝神卡 讓我在寶雅可以安心的買買買 大家如果追這張卡片有興趣的話呢 記得點開底下的資訊欄看 其他更詳細的內容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喔 大家掰掰 謝謝 ista 李好伯母 我們有收到的 我們一定會這樣吃 我們一點點鐘 看我們 我們有一點點鐘 甜點 我們可以emaan